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Arcaso Brave 8的开箱 这是一个运动相机 总算专业对口了 之前我收到过很多 之类的或者说其他乱七八糟的测评 运动相机是我为数不多的 经常在用的摄影设备 我主要节目都来自于运动相机 加上刚讲一下我自己在用的摄影设备 一个是运动相机 一个是相机 一个是大疆的 还有大疆的Osmo Pocket 也就是现在在录屏的这个东西 那运动相机我用过很多很多 真的用过很多 我从最早期的GoPro 5 到现在的GoPro 8 GoPro 8还在 那这个是GoPro 8 GoPro 5已经送人了 然后这个是 然后大家Action 1 然后我现在最多的摩托车 骑行视角是Action 来拍的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他们总算专业对口 总算找到了我 那我们来看看国产的 也没什么好说的吧 我觉得虽然它是英文名 但是它是一个国产运动相机 而且挺贵的 卖的跟大疆的Action 1 价格差不多 我觉得那大疆也是国产的嘛 对吧 我觉得现在这方面国产的东西 做的挺好的 包括我自己 我现在逐渐变成了大疆的 忠实用忠实粉丝 但是大疆新出的Action 2 其实我没有立马下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太拉了 包括很多我需要的是在Action 1上面 更强大的画质 包括更强大的稳定性 它做了一些很科幻化的东西 但是不太符合我对运动相机需求吧 只能这么说 所以我也没有买 按照我性格肯定 喜欢的话直接就买了 对吧 所以我们站在一个摩托车佬的位置上 来给大家做这期节目 我们这期先开箱 开完箱以后 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各个摩托车视频里面 会用到这个相机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实际表现怎么样 可以在其他视频里面 留这个相机的言 那这期视频应该会放一段 它的实际录摄画面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开箱 它包装特别像GoPro的包装 上面是一个运动相机 但它外形是做的像大疆的 首先来说 我觉得大疆的这个外形设计是成功的 远远超过了GoPro GoPro 我现在已经不太能接受 GoPro前面没有屏幕了 当然GoPro新的也有屏幕 好 里面拖出来 就一个空壳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这个运动相机有几点 我觉得是值得一说的 很多功能 大家都不一定用得上 但是它有几个 我觉得是比较优秀的 一个是4K60 这个跟大家都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能拍4800万像素的照片 这点在临时用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可用的 因为我有时候会忘记带相机 那有些车就只能借一天 那就需要它来拍一点照片 但是之前的Action是肯定做不到的 它的画质非常的拉垮 我们到时候可以来个对比 非常非常拉垮的Action一代 然后整个相机是这样子的 然后把它拔下来 它的所有的卡扣都是跟我们的大疆跟GoPro是通用的 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我个人觉得非常优秀 国内产家总算达成了一致 拆开里面的包装 它有什么东西 一个是说明书 镜头布 加上扎带 然后两个3mm交贴 一个防潮 一个防潮 一个固定扣 这个扣自行车上面 一般来说这种东西 大家会说摩托车也可以扣 但是我所有接触的摩托车的把手 都没有这么细的 这个是一个充电底座双电池的 这个是电池 这也是电池 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 国内品牌确实做得不错 我的这个Opro8也是双电池的 但是这是要另外买的 可不便宜 这个原厂就给你送双电池 电池很重要 而且临时能换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 真的非常重要 我记得我们之前 跟老张一起去摩托车的时候 中途就没有了 大江啊 他因为我没有买双电池 所以这个电池呢 我是插在那个充电宝上 它是通过Type-C来充电的 充电速度还可以 但是你大概有一个小时不能用吧 然后放充电宝 放进包里面 其实你就错过了蛮多风景的 挺遗憾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换电池比较好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穷了 买不起双电池了 原厂能送你两个 不错 然后这个是扎带 扎带能扎在各种地方 这个是一个我个人不太用到的 就是遥控器 它对于一些其他类目的运动者来说 可能比较有用 因为它的相机可能会在一个 你触控不到的地方 但是我们骑摩托车 大家都知道放在下巴底下 或者说把它车架上 其实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我对于这个东西倒一般般 然后底座带3M胶贴 我觉得3M胶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自己买过3M的原版的胶贴 也买过3M那种透明胶 就两面的透明胶 但是都没有原厂的3M胶来得好 我也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我自己买那种整卷的 没有这种 它给你贴过来得好 就很离谱 然后是一个Type-C的充电线 这种线特别多 A to C 一个转接环 再一个转接环 不知道干嘛用的扎带 东西好多 转接环 底座转接环 那我们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 进来还有两个 这个是我经常用到的 就是一个可以调节方向性的一个螺丝吧 这个我还蛮经常用到 因为我自己大疆的跟 因为经常你需要一个很神奇的角度啊 特别是我们拍汽车的时候 第三视角那个镜头的时候 有些时候你转不过来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还蛮有用的 大家能看到啊 就是国产的品牌啊 这种配件都特别多 这点我觉得是要夸的 很多人觉得 你送这么多东西 一定是你想赚更多的钱 其实不是啦 它也可以送少一点 就我觉得送多东西 总归是厂家用心 你不用自己去买 那这个厂家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跟大疆 跟GoPro是通用的 那我又能成下一大笔了 它又送了这么多 我现在放这些转接环啊 各类配件的都有整整一桶了 就是有一个透明塑料箱 有一桶 有非常非常多 好 这就是它箱子的本体 然后把它磨撕掉 它的造型真的跟大疆一模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红色的金圈啊 它好像原来老款是没有金圈的 然后这个透明塑料盖 我觉得非常好看 外壳是一个纯透明的 那造型跟刚好带的大疆样东西 这个透明塑料盒 其实保护了我的大疆 你看到吗 这已经被溶掉了 被掉在摩托车排气管里面 旁边粘住了 这是大疆 这个是我们新款的 它比大疆要小一点点 现在小一点 上下宽一点 肌膀差不多 但是这个透明塑料壳很好看 很有质感 把实际保护怎么样 看起来差不多 好吧 我们来看看相机本体 操作模式一毛一样 听说它加强了收音 不知道实际的收音情况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很多时候大疆这个收音不是特别好 希望它能改善吧 它基本上所有的操作模块跟操作逻辑跟镜头组都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但是它有一个 它的屏幕 前方的屏幕比大疆要来的小 然后它有一个定位点 这个特别像相机 上面有个红色定位点 也是可以拆的 上面有胶圈 其实我对它这些运动相机 我说实话 我对这些运动相机的造型 我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维持这个造型 GoPro这么多代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真信的 我觉得最关键是画质 最关键是续航 最关键是有没有更加强大的拍摄格式 那我其实倒对8K什么的并没有任何的想法 但是我需要运动相机 也就是现在说的4K120 我还是有点兴趣的 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高速镜头 那你4K120就可以拍升格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现在这相机是没有装电池的 我们把电池装上去看看它重量吧 它装电池倒是跟GoPro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大疆的电池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像弹夹一样 它是结合底部的 有个设置时间 设置日期的 我们设置一下 我经过10分钟的仔细研究 已经研究出来了 这个运动相机的定位 更加像GoPro9 或者GoPro10 并不是像我们所意义上的大疆 首先它的畸变非常的大 它的视角 它视角也大 整的一个画质是支持4K60的16比9 那基本的参数也是跟主流相机是一样的 我们到时候附上一段实拍吧 今天的开箱简单就是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 这相机接下来会作为我们的主力相机来用 大家可以看看后续的我们的测评表现 Hello 我是星巴 现在我们在入咖啡店门口 我们经过了半个多月的测评体验吧 我现在手里有我三个运动相机的产品 一个是GoPro 一个是AKASO 一个是大疆的 那这三个运动相机 我最近一直在 这个运用那个运用 然后看看哪个到底是更好的运动相机 对于我们摩托老来说 然后我各自来讲一下各自的缺点 然后再来说一下横屏 这也是运动相机这个测评类的最终的视频 终结 然后第一个是GoPro GoPro现在在2021年这个节点的 我的GoPro8确实已经不太行 第一个是电池 那本来GoPro8的电池 我就觉得不如我大将 那现在在这两 这一年多的使用下来 它电池现在更短了 差不多只能录 我没有少说 它真的只能录20多分钟 大概一拍4K60 就非常非常短 你基本上拍一层它就没有了 这个是GoPro最大的问题 电池 虽然我有两块电池 但是你在骑行的时候 其实你换电池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而且GoPro本身这个 开电池的方式就不太合理 我说实话 哪怕我这个反过来 它整个一个开电池的模块都非常的麻烦 它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开合方式 然后其次是 我的GoPro并没有前屏幕 这一点的缺点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正常 比如说我们录第一人称的视频的话 它没有前屏幕 你就做不了这个事情 我其实去外面录的话 我还是会用到大疆的前屏幕的 就是想要录第三人称的视角的话 会用到 那现在GoPro就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积回 讲完GoPro 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大疆的缺点 大疆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运动相机 就在AKASO来之前的话 是我最经常使用的 因为它很好用 而且非常稳定 从来没有翻车 从来没有说 没有录到 然后在你在录的时候 它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这是另外两个相机都没有的 就是它顶上会有一个识别按钮 上面有个指示灯 那我的头盔的正常的流程 是在这个位置的 它上面指示灯 我是刚好可以调到 我能清楚知道 我有没有在录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它有一键就录 而且这一键起动速度也还很快 就是它的录之间 你按一下 它就立马开始录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棒 这个功能非常非常快 当然这个功能 另外两台相机也有 但是它的段落感 我觉得AKA ASO好一点 GoPro那个就完全不行 你软你软 明明的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摁到 所以就非常苦恼 也非常烂 然后它你说完全是优点 它也有缺点 在Action一代里面 它的前屏幕其实是有延迟的 然后经常会有延迟 你能感受到那个延迟 但是你说能不能用 那当然可以用 只是有延迟很难受 然后还有一个 它也有自己的缺点 它的视角比较窄 特别是开了超级防抖以后 大家能看一下 我这边会放一下 它们三个的视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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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角最窄的 开了超级防抖以后 就其实会损失蛮多的东西的 特别是你在盘摩的时候 你有可能只能拍到一个邮箱 包括只能拍到一个仪表 你拍不到路面 这也是它的缺点之一 它的防抖很好 但是视角真的很窄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AKSO 这个运动相机我最一直在用 它有比较优秀的照片水平 就照片水平 这点我要特地讲一下 它照片明显要比另外两个的照片 就真的另外两个照片 就感觉是五年前的手机的分辨率 五年前手机的那种视角 你懂我意思吗 就五年前手机的画质 你从另外两个运动相机里能感受到 这个至少是去年 去年的正常的手机的拍照水平 就是一两千元 我觉得完全够用 完全能用 真的是能用的水平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的画质 我个人觉得是在另外两个运动相机之上的 我们可以看看实际的拍摄水平 我觉得无论从对比度也好 清晰度也好 大家都是4K60 但4K60拍出来的画面就是要更好看一点 这点也是肉眼可见的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缺点 缺点也比较明显 就是它所有的这些超级防抖的视频 都要通过手机才能导出来 也就是说 我需要一段视频的时候 我是要通过它连手机 通过超级防抖的算法 从手机里面导出视频 到我电脑上 你如果直接这个读卡器读出来 它是没有防抖的 它也没有一个电脑软件 给它加这个防抖 所以每次都要通过手机去导这个防抖 当然它的画质 那我觉得它的超级防抖的效果是很好的 裁切的也没有大僵多 然后我觉得在裁切完 它的画质的损失是比大僵小的 这个是大家肉眼可见 但是你实际使用中 对于我们这种要经常读取数据的来说 特别是其实它的视频是比较大的 它可能也是因为为了硬的这种情况 它的视频的长度只有三分钟 所以你可以自己选 那你说有得有失吧 我觉得如果对于你自己做一些视频 做一些短视频 不像我们有这么大的数据量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你手机上导完以后 你还立马可以发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像我们这种工作者来说 每次从手机导到电脑上 其实是一个挺浪费时间的事情 因为苹果的格工投送很方便 但是格工投送的效率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你导一个大视频 它要导很久 也挺烦的 这就是我最近几天使用下来的感受 我个人觉得这个相机可能是 确确实实 我真心觉得挺好的表现超乎我的预料 我以后可能会把它作为主相机去使用 确实画质比我想的要好 就是比我想的还要再好一点 从这一点看 我没有试过最新的GoPro10 据说GoPro10的画质也并没有大提升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国产好像真的有超过GoPro 就是哪怕是这种第三方并不是特别大的企业做出来画质已经能超过GoPro了 而且价格也挺便宜的 看下一个新视频 看看它到底画质比我的大疆好多少 大家立马可以看到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今天我还在骑凯旋 还没有还掉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 拜拜 拜拜